嬴政不惜砍下大伯的手臂 也要阻止他说出这个惊天大秘密 只因他还没有加冠亲政 手里一点实权都没有 一旦这个秘密被公开 王位就会岌岌可危 但这份苦衷却根本没机会解释 嬴政不但无法惩治凶手 反而还要给受害者家属安上罪名 只能在散潮以后再赶去看望大伯 却发现这里已经挤满了愤怒的嬴氏宗亲 没想到话音刚落嬴政就进来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跪地行李 只有大伯一个人站在门口 看着大伯空荡荡的袖子 嬴政心如刀割 他也知道烙矮恶贯满盈 但真正的罪魁祸首 却还藏在烙矮身后 只有坐实了烙矮的谋反大罪 才能把权力真正收回到自己手中 寡人几经生死 使伯父手持长羹 护送寡人入咸阳 华阳宫变 又使伯父出手相助 力炮寡人登上皇位 伯父之安 总是之功 嬴政必胜 皇之的皇 就在大伯陷入回忆的时候 嬴政已经取下了头上的冠冕 身体发布 手之父 嬴政以此法 带头 大伯 嬴政请大伯相信自己 他一定会安排好一切 让拉伯一步步掉进陷阱 大伯带着嬴政走到宗亲面前 让他们都看到大王当场礼发的诚意 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 嬴政得到了宗室们彻底的拥护和忠诚 而送烙矮进攻的吕不韦 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他赶紧跑到嬴席这里探口风 这下吕不韦更纳闷了 他不知道嬴政是真的恢复了理智 还是在防备自己 大王这一切 倒是让我清醒了不少 牧下亲国最重要的 乃是大王驾观清政 只要大王守卧王权 让他那个贼子 善权乱国 都得偿不了 嬴政表面上是在讽刺烙矮和太后 实际却是提醒吕不韦 该放权了 千万别站错了队 话都说到这份上 吕不韦也不再犹豫 明确表示自己也要加入扫除烙矮工作小组 杨夕更纳闷了 以前烙矮再怎么过分也没见你说一句话 现在怎么突然来劲了 吕不韦当场承诺 只要宗宗室真的有所行动 太后那边就包在他身上了 保证不让太后讨论 可吕不韦却怎么也想不到 赵姬宠心烙矮已经到了何种地步